是美国总统川普 不对 这是俄国总统普丁 川普普丁傻傻分不清楚 原来这是美国时代杂志 最新一起封面 意味着普普会后 美国外交政策的特别时刻 川普和普丁合而为一 毫无违和感 今天我们有些消息 新闻的新闻 新闻在网友提出 听到普丁将访美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斯 面露惊讶 他负责监督协调中情局等 情报单位却被蒙在鼓里 白宫发言人沙拉·桑德斯 已经在推特证实 正在讨论邀请普丁 访问白宫的细节 跟川普丁合作 跟俄国人合作 是一个正确的 不是一个正确的 现在说起来 如果这不成功 我会成为他最强的敌人 他会成为他最强的敌人 比当时冷战的战争 当然 我会认为 这些问题 被随着敌人 普丁坦言 如果认为美俄之间的紧张关系 透过几个小时会谈就能解决 那就太天真了 川普才刚跟普丁抹起碗 回国立刻发夹碗 秋天竟然还要再会一次 就看第二回合 谁能胜出 三里新闻 林方寅报道